我們曾經的火藥當中 經過到婚禮之後 可以出現到一層白色的東西 這是以後上所說的膏油 造成這種的情形 剛才是三種問題 之外膏油的因素也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我們糖類在這個腸子內吸收 尤其是精緻糖這種東西 它就會轉換成酸酸甘油脂 再來就是膏油 就是你吃進去的代謝碗 那這些東西進去 因為它體內本身的代謝有一點失調 有點異常 所以沒辦法像我們很正常的 吃完幾個小時後 就慢慢降到很正常的狀況 它甚至升高了很多 那升高了很多 這麼多高酸酸甘油脂 會影響到我們胰臟 胰臟的外分泌這些東西 它就發炎 還有孫館 由於做生態的火藥 會克進一部的餐形 各種的心肺更一邊 23酸甘油脂 過關也可能會看到大口 跟心肺更一邊 以及肚館的火藥和油脂炎 其中油脂炎 剛才做生態 聽聽不懂的 要等於醫療治療治療 就打開來去清去洗 所以這個會演變到重症 這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我們這邊跟大家提醒 醫療治療也是一個蠻危險的疾病 真好多關於醫療治療 直播到頂來聽說 禮拜是暗時 這點報在南天 電視台第四邊 就來報出 這禮拜的直播 旅外機密便宜 內分泌科成博昌醫生 政府影響到國會有陰性 有發到 它會出發炎命醫療 歡迎鄉親按時收看 則下面進場 報告 製造成博 詞